我們請王美惠王委員 主席 文貴少爺 我的董事 跟我們的主管黨委 大家好 我是來自加義士 在動選當中到現在 是第一次發言的 所以在這裡 我先來請教我們 本來是要請教我們的部長 跟部長有多少事情 不來這樣請處長 先來跟移民署 邱署長 洪議員你好 你好 在這裡我先來請教我們 一個問題 我們在密閉市裡面 人有那麼多 跟我們還沒有特定的人 是什麼人要來我們這裡不知道 我們是讓他們說 我們要辦一個活動而已 如果像這樣為 密閉市裡面 我們需要掛口罩嗎 來 次長你回答一下 這個問題應該CDC來回答 會比較專業一點 比較專業 不是啦 因為 會這樣 我覺得 因為雖然我知道 不是你的工作 但因為 因為我們台灣已經一兩國月 發生這些事情 我是在考驗說 你到底會了解是要不要還是不用 對 台灣現在疫情的判斷 應該是不需要說 一個地方一定就是強迫 一定要戴口罩 強迫 對 我是覺得不需要強勢 不是說完全不行 對 那你認為 雖然不是你的單位 跟這個 次長也要 相當要有關心 跟他了解 你如果認為這樣 要擴坐以上 跟 擴口罩 你現在沒有對這個事情 都很關心 很關心 因為 說實在很辛苦 我們第一時間 電梯就有禁止言語交談 我們只要同人進入電梯 我們都禁止他交談 那電梯那個空間範圍 就非常的小 我們都希望這樣要求同仁 當然我們也不鼓勵同仁 在密閉人員聚集的地方 去做集會遊行活動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真的有很大的風險 但是以目前台灣的狀況 其實我相信大家每個人都還是健康 還是健康的啦 還是健康 我們就是在以後 有發生事情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跟全台灣 都圍到口罩的時候 到底是要擴或不用擴 像我們所說的 事實中所說的 健康的人就不用擴 在這裡我們也覺得說 在你和我 有一公囚的風 就表示安全 那是這樣 來 處長你回答一下 現在因為我們兩個記憶 一公尺以內 如果根據我們 那個疾管署的說法的話 只確一公尺內有那個傳染的風險 有嘛齁 所有要的香港 對 在這裡我為什麼來問 這樣 在本社當中 我也都沒有掛口罩 出去 因為外面的聲音都說 我們所有的議員 都有配置 口罩 風險到要一百的一千個 所以我如果騎 歐巴巴出去 走動的時候 我不敢掛口罩 到有 有家裡老叫台北 要坐高鐵的時候 我看到車裡面 大家都掛口罩的時候 我剛才留我的腳腕 有意味的口罩掛下去 所以在這裡 我也覺得說 這個口罩 對我們的防疫 這個問題 也很重要 老闆先生 我們說要噴幾個 噴幾個 也有八十個 沒有 結果現在 大家都認為 噴這個口罩 在我們南部的 大家都比這幾個 表示說 好家在我們台灣 還有口罩擋大 不像外國的 要拍一個口罩 要六點鐘 知道到發聲的 在這裡 我也是說 市長說 是怎麼我才會去探討這個 我們如果有那麼多的口罩 當然我們的想法 大家都會想說 留在第一線堂擁 所以有的人就覺得 我們不需要去領 但是有的人 也很需要 要去領 所以在前三月初五開始 來說 多一個 跟學生 剛才十五天 五庭 這樣是很好的政策 在這裡我再來問我們市長 在我們順時鐘 在我的當中 我是順時鐘的 我不是順時鐘的 我不是順時鐘的 因為我覺得 大家做得這麼認真的時候 我們也要鼓勵 要掌聲一下 在這裡他也有說到說 揮法移工 減死的時候 不要去處理 因為他也怕說 在平衣 勘付 我們的檢 要怎麼用的時候 我在這裡要來請教 我們移民署 的署長 署長我來你請教一下 我們的順時鐘 我們的部長 說這樣的時候 你認為 是所有的勘務 所有的非法移民 都不用處理 是嗎 來 現在署長你回答一下 報告委員 非法移工的處理 移民署是執行單位 移民署必須要配合勞動部 跟機關署的政策 來處理 如果像現在這樣 我們的部長說 勘務這個區塊 我們暫時 不要處理的時候 你認為這樣對 來 在醫院的部分 對 醫院的部分 就是非法的看護 的部分 我們要配合 醫院的管理措施來處理 署長 我是怎麼在這裡 來探討 非法移民的看護 因為在我們台灣所發生的 這幾個月 在這裡 三十二六的 跟外籍的 匯滑的 三十幾個月 這就是 印尼的外籍的看護 在這裡 他回到以來 也是在台灣 看護很久了 還在發生的時候 他要做很多 大眾運輸的 做鐵路的 做捷運的 做客人車的 做很多 這個 揮法 這個 他說 因為他在這裡 你看看 他是最高度 最危險的 傳染者 在這裡 當中 你們認為 要怎麼來處理 因為第一點 他艱苦之後 他也沒有口罩好過 請他的人 自己本國過不夠了 要怎麼來奔和他 因為我也認為 艱苦的時候 讓這些揮法 去顧這些人 我沒有意見 第二點 你的揮法 不是說 你的艱苦家揮法 你沒有去處理 還有揮法 很多 在本社所了解 在我們的移民署 所公公園 裡面 是將近 要跟五萬人 會揮法 他講 在這裡 你認為 要怎麼處理 到發生 到現在 有人去阻塑嗎 請署長 你回答一下 跟委員報告 這個揮法移工 看護工的部分 我們現在 都是在配合醫院的管理措施 在處理 那 在宣導的部分 我們現在用七國的語言 東南亞七國的語言 在加強移工的宣導 使他有防護的意志 所以這個 署長 這個執行道案的部分 我們現在跟勞動部 在延商 要提高他的誘因 讓他們自行道案 因為政黨你的語言 有很多 所有九千幾個來 討案 對 就是發生 對最多 對 讓他可以 抓到那麼快 回到他 對 我說 未來像今年 你認為要怎樣 誘因 讓他們可以 又出來去組繡 我們 我現在是在研究 跟老闆部在研究 因為 這個 減免他管制的時間 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要減免他管制的時間 他可以回來 再工作的話 那他就會 因為 市長我是怎樣 來講一下 因為 所以 我們非法的 真的沒有制度去找 他米在哪裡也不知道 我們的防疫的破口 因為他來影響到 我們全台灣的時候 不知道我們的努力 所以 市長 我也拜託你 不管是 怎樣處理 要讓他們是一個安全 可以使用口罩 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很要緊的 你不能說 幫他們去病院 在那裡看護 在那裡做什麼 還不然口罩 還不然做什麼 這是很嚴重的 那不能說 跟這個規劃 比台灣人的發生 還那麼嚴重 那就害了 市長 對 在這裡我也覺得 這個問題 要去搖他 最多 這個規劃 這個問題 你們今年 要趕緊去處理 趕緊去用 要再誘因 要再逼 政黨 就好 對 好嗎 在這裡 感謝主席 感謝 謝謝 醫生所說的 要要他 不是跟他 好好好 要回去處理 謝謝 大委員報告 現在在醫院裡面 不管是合法 是規劃的 移工 看護工 其實應該醫院都要全面那裡管 相關應該遵守的防疫作為 應該不管是合法的或非法的 我覺得醫院應該要有一整套的作為 那這個細節的部分 其實那個 集團署那邊 不好意思 這樣你說的時候 說實在 因為我們的防疫的問題 沒有像你這樣說 回答本社的時候 我們要抓肥華 的看護很簡單 像你說的 又去便宜 來查 都抓了 你各位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他現在來做看護 不管是合法 或是沒有合法 沒有合法 都應該要有一個助記 那要求他在照顧病人的過程當中 我知道你在說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移民宿 他如果要抓肥華 像你這樣說 就抓了 沒有啦 我移民宿 這個時候不可能做這種事 不可能做這種事 謝謝 我們大家都要順時鐘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下面我們請 林俊憲林委員 林俊憲林委員